中国白酒江湖一直有季军之争 茅台排第一 五粮液排第二 第三名一直轮流作装 从前几年的毛五剑到毛五炉 再到最近几年的毛五阳 白酒的季军宝座到底该由谁来做呢 如果光看消述额 拿2021年来说 茅台稳坐绑一大哥 1090亿的成绩 无人出其左右 台子也让酱香白酒形成了断层式的领先 亚军是五粮液 消述额 667亿成为了农香白酒的门面担当 冠军和亚军的格局很难有人撼动 季军是250亿的杨和 第四名是210亿的粉酒 第五名是200亿的卢州 选白酒季军 我搅到不能光看消述额 这玩意儿得拼历史 拼文化 拼影响力 杨和曾上榜第三届品酒会 新巴的名酒 但粉酒和卢州老叫 是五届品酒会的大满贯 一个是后起新秀 另外两个却是老牌品酒 副一 选白酒季军 我觉得卢州跟粉酒更能打一些 卢州老叫号称农香鼻祖 粉酒号称清香鼻祖 两家都是四大名酒的成员 粉酒是白酒的初代掌门 卢州曾是第一个销售破百万的酒器 我觉得粉酒更有实力 当白酒继军 粉酒一统清香世界 稳坐北方白酒的头把交椅 粉酒有4000多年的酿酒历史 南北朝的时候就是宫廷玉酒 200多年前晋商到贵州做生意 用贵州的粮食酿起了家乡美酒 一来二去 变成了茅台 这粉酒当白酒继军 勉强给台子和武这个面子 毛五焚 三主香行 三足鼎立 各占一席 很合理 我觉得卢州啊 才有当继军的实力 走平民路线起家的卢州 当年比粉酒更成功 上世纪50到80年代 卢州如日中天 就连农香型白酒 都是卢州开创的 开始直接起名叫卢香行 卢州老叫对农香型白酒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培养了一大批的酿酒人才 因此得名九中太陡 好汉不提张建勇啊 可惜啊 卢州当年再成功 最后还是被我的偷了他 杨河建南村古景贡 也后来居上 哪一个都能跟西智老大哥 对打一下子 上世纪90年代 我们山东的好几家白酒企业 还入围过白酒销量榜的前十呢 身为大臣 你说卢九有朝一日 有没有可能当选个白酒祭军上 哎呀你这话说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这些道歉啊